各国世界卫生部长陆续步入会场 参加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 首次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实体会议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至此时点出 虽然Omicron高峰已过 但是新冠疫情还没结束 然而各国却减少筛检 不力掌握病毒变疫情况 谭德塞也指出 新冠疫情并非目前事件面临的唯一危机 本届大会以健康促和平 和平促健康为主题 讨论发生在乌克兰 阿富汗 叙利亚和叶门等国的人道主义危机 他通批袭击卫生工作人员和卫生设施 不仅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也是对健康权的攻击 并连续说了三次和平 强调和平对健康的重要性 此外本届世界卫生大会 也将做出重大决定 那就是是否再次任命 谭德塞执掌第二个五年任期 他的第一个任期动荡不安 虽然帮助全球面对新冠问题 但像是世卫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的性虐待丑闻 以及谭德塞个人的政治立场等 都让他面临批评 不过他目前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外界也预料他将会顺利连任 怀疑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械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趋势